好 我在马铁鱼童鱼盐盘顺植益生 毕竟经理安心的核心反应 而买同学技术做好变成续 带着铁鱼的供应危险丰富 让我们买同学家众提供注意生育的身体状况 这有发射的肺炸身体无伤症 夹到这本身身固和它在不下血痕 同时 在学校期间买同学 天使手图好处反应而拼起来 使用空调室皮和对角开虫 和天同风量好 凑够通茶匠全场带电队在里面 十分前的整个社数十分期间无共发 好处反应而提防 允许好心有保障 让你轻轻来打扁 舒服大家的健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请收看 波罗讲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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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那么心灵危机我们怎么样解决 解决的方式是以心灵瑜伽来解决 心灵瑜伽包括那些呢 心灵瑜伽可以说有三种 三种心灵瑜伽 我是从佛教的角度讲 从佛教的角度看 有三种心灵瑜伽 第一个是什么呢 思维心灵瑜伽 思维心灵瑜伽的意思就是说 通过一些思维 通过一些思考 来改变我们的一些想法 我们的一些这个历年 因为我们的很多的痛苦 现实生活当中的 很多很多的这个焦虑 都是因为我们的观念 因为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我们对这个价值的判断而导致的 那么这种问题呢 通过有一种离心的这个思维 来解决这个问题 西方哲学是一种离心的思维 但是呢 它的离心的思维 非常的有局限性 非常有局限性 所以我们也不能全部靠西方的 这把懂方文化 或者是西方哲学里面 讲的一些有用的心理学 这样的佛教的思想 全部结合以后呢 然后你可以有信仰 也可以没有信仰 那么这种东西呢 有信仰的人可以有 没有信仰的人 同时也是可以有 包括一个威物主义者 他也可以有 威物主义者 他管点上 他是一个威物论者 但是呢 他也有精神呢 他的精神也有 也有会面临危机的时候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的这个危机 也可以通过这种心灵语家 去解决这个问题 这也叫做明乡 明乡 用我们佛教的话来讲 这叫做观乡 我们现在在瑜伽呀 或者很多昌和都用明乡 这个字 明乡也好 观乡也好 思维也好 其实实际上就是一个意思 通过一种思维 去推翻我们的不合理的 不合理的这些观念 然后呢 重新树立一个性的观念 那么这种观念呢 必须要符合 诗事 与客观的诗物和我这个观念 要相应 合一 这样子的话 他也没有失去 这个 油嘎 他的 他的这个 含义 是存在的 通过一种思维的方式 这个是一种思维 人 惊下来 惊下来了以后呢 然后去思考 这些思考 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 真的是非常 非常有勇 非常需要的 这些观念 但是呢 这个最需要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真正的最需要的东西 恰好就是我们从来没有 思考过这个问题 我们从来没有学过 学过这个问题 这些 这些问题 我们从小学 中学 大学 这所有的这些课程当中 我们没有接触过这些东西 但是 我们没有接触过 我们没有学到过的这些东西 实际上是我们最需要的东西 最需要的东西 有一个 有一个研究 有一个实验 在国外 有一次有很多科学家 有很多哲学家 在他们的这个年会上 有一次做了一个实验 做了什么实验呢 让每一个人都发言 只有三分钟的时间 发言 只有三分钟的时间 然后告诉大家 这三分钟 你发言的最三分钟 你在发言的这个三分钟 是你的生命当中的 最后的三分钟 是你整个生命当中的 最后的三分钟 那么好 这个你生命当中的 最后的三分钟 你想说什么 你发言 然后所有人 包括科学家 哲学家 所有人说出来的花 其实跟他们的职业 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当中 我们充分的可以看得出来 人真正的需要的东西是什么 真正需要东西 很多我们拼舍 我们为了这东西 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我们为了这个事情 牺牲了很多很多的这些事情 实际上不一定是我最需要的东西 实际上这些东西 不是我生命当中最需要的 那么我生命当中最需要的是什么 这个我们只有经下来 思考 然后这些古老的这些 这些经典 他会告诉我们 他会给我们回答 这我真正的我生命当中 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呢 这个答案 我们只有在这个 这些经典当中可以找到 所以我们要去思考 思考一些问题 然后有些问题 我们想不通 想不通了以后 我们会 当我们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会拒绝 然后越拒绝这东西 然后我们就是越痛苦 比如说据一个例子 我们现代人 然后就是像所有的 精神上的这些痛苦 都是用物质来解决 都是用物质来解决 所有的这个精神上的这些 缺陷 空白的地方 都是用物质来填充 然后我们现在 过度的去依赖 过度的去依赖物质 这样子的时候呢 在无心当中 我们央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习惯呢 我们越依赖物质的时候 我们的内心 实际上越来越脆弱 越来越脆弱 越是依靠物质 今生就会越脆弱 但是呢 我们该面临的东西呢 总是要面对的 要面对的 这是没有办法挥避 所以我们 就是一个 哪怕是一个非常非常 小的事情 在我们的这个精神的 精神当中啊 是一个非常大的床杀 是一个很大的 大吉 很大的大吉 其实是一个很小的事情 但是呢 在我们这里呢 它就变成一个很大的大吉 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我们的这个 没有我们 我们的精神 没有面对的力量 没有面对的力量 为什么没有面对的力量呢 我们不懂得这个精神的训练 我们所有的精神上的问题 都是想用物质来解决 其实这个时候一定会失败的 所以我们的 我们必须要知道 我们的物质生活 是越来越丰富 但是呢 我们同时必须要承认 我们的这个精神 是越来越脆弱 越来越脆弱 进不起任何的大吉 进不起任何大吉 所以我们每年有这么多人 去走这个极端的路 走极端的路 在十年前 2003的时候 在光明日报 就报道过 中国每年就平均有20万人 自杀 那么现在 网上的数据不一定是正确的 如果正确的话 每年是28万人 自杀未遂的 就有200万人 200万人 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 去自杀呢 这个光明日报 十年前的光明日报 然后呢 就专家 就分析 分析说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 去走这条路呢 八成 其中的八成 都是因为抑郁症 抑郁症 八成都是抑郁症 然后 世界卫生 组织 也警告 21世纪的 三大杀兽之遗 或者是 21世纪的人类的 三大 这个思音当中的 一个是自杀 那么自杀 这是赖自于遗遗 那为什么 这不是我们的物质 越来越丰富 然后呢 我们相咬的东西 童讯 这个脚筒 还有医疗 各方面的这些 都在越来越好 但是为什么 我们还是有这么多人 还是有这么多人 去走 这个极端的路呢 像北欧的这些 小国家 他们的福利 是全球最好的 但是呢 他们的自杀驴 就是全球的 牵师民呢 那么为什么 是这样子呢 就是因为 今生上 没有一个 缺乏了一个东西的时候呢 我们的福利 再好也好 物质生活 物质条件 再好也好 人是 我们必须要承认 人不是机器 如果人是机器 那么他需要 这个燃料系统的油 冷却系统的水 然后就是点 那就可以了 但是人不是机器 人还有一个精神呢 那么精神 它有它的需求 它的需求 这个需求 我们给不了 我们的这个 比如说 瑜伽的这个体系当中呢 没有办法给 这种 没有办法 满足这个需求的时候 然后 然后这个瑜伽 就 打了很大 很大的折口了 原来的瑜伽 是可以解决 这些问题的 那么现在的瑜伽呢 不能解决 这些问题 而且这个问题呢 我们现在是 正好是最需要的 所以我们 这方面要思考一下 这个是第一 叫做 思维 思维 我们要去思考一些问题 思维 一些问题 思维 瑜伽 心灵瑜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物思维 瑜伽 心灵瑜伽 物思维 心灵瑜伽 是没有思维的 那么没有思维的意思 就是说 把我们的所有的 所有的这些思维 扎连 都 都静下来 都 都 都让他们归零 归零 这种方法呢 我 等一下也就给大家 就 就 减少一个 最简单的 最基础的一个 修行的方式 如果大家 有 感兴趣的话呢 那么你们可以 进一步的去 去了解 去了解 这样子以后呢 比如说我们 在这种情况下 比如说我们 开一个 瑜伽馆的话 那么这个瑜伽馆 瑜伽馆是一个 非常高当的瑜伽馆 为什么这么说 这个瑜伽馆 它同时 它既是瑜伽馆 又是一种 禅堂 禅堂 我们今天呢 任何一个 比如说包括一个茶馆 或者是一个 任何一个 这个 仓敌 跟禅 有关 我们就喜欢 挂一个禅 有关的拍子 这样子以后呢 我们觉得 只要有一个 禅 这个字的话 我们觉得这个 场所就很高当 但是我们 刻悲的就是什么 我们没有人懂禅 到底什么叫做禅 和茶就是禅吗 不是 和茶跟禅 有关系 但是和茶 平茶不是禅 不是禅 那真正的禅 是什么呢 就是 我们刚刚讲的这种 心灵瑜伽 同时 它也是禅 也叫做禅 禅 也是心灵瑜伽 心灵瑜伽和禅 其实是一个意思 禅 是什么意思呢 禅 也是对这个 汉文 来说 它也是一个 外来词 外来词 禅 在这个印度梵文当中 叫做 三门达 叫做三门达 三门达翻译到中文以后 禅 禅 跟三门达 这两个 有一点点 这个音 有点相同 有点相同 然后呢 这过去的这些 翻译佛经的这些 韩传佛教 这个翻译佛经的这些 这些 仪师翻译佛 他们是非常有智慧的 在禅 这个字的 字的后面 加了一个定字 禅定 禅定 这样子以后呢 这禅定 这两个 音跟这个 音读梵文的三门达 三门达 在后面也有一个达 那这两个也是 音是相同的 然后后面有一个 这个禅 从中文的角度来讲 这个不是一个意义 是一个音译 没有内容了 但是呢 后面的顶 就发挥作用 顶 就是人的心 就平静 就是静下来 没有这么多的 这个波动 这叫做禅定 其实这个禅定呢 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这叫做禅家 不同的 不同的这个名词 相通的 完全是意志的内容 所以我们就开一个 这样子的这个禅家馆的话 那么它也是禅家馆 也是禅汤 也是禅汤 非常好 在这样子的禅家馆当中呢 我们可以 既可以提供 身体健康的方法 又可以提供 心灵健康的这种方式 方法 其实这个是非常好的 这个我们 未来的人呢 是非常需要 现代人 就是以后 二十一世纪 我们真正需要的 或者是越来越需要的 不是物质 不是物质 那是什么呢 而是这个金身上的东西了 因为我们 现在没有金身上的东西啊 那么金身上的东西 国取 因为我们贫穷 这个没有 我们的物质生活 从这个方面 很贫穷了 所以我们拼命地去赚钱 大家都认为 只要有钱 就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当然我们现在这个上业社会 钱可以买很多很多东西 但是呢 钱不能买的东西 也是很多更多 钱不能买的东西更多的 所以这些钱不能买的这些东西呢 用心灵去解决这个问题 是最恰当的 比如说抑郁症 抑郁症 在2006年的时候 美国 这个念花费是多少呢 就是抗抑郁症 抗抑郁疾 就制造这个抗抑郁疾 就花了 761美金 760亿美金 这是一年的念花费 都是这样子 但是呢 这种药物出来了以后呢 它也不是很理想啊 它也暂时可以控制 还有一个更大的负面的影响 负面影响 它的原理是什么呢 我们的抑郁症 是对未来的这种焦虑导致的 然后这个药物的这个原理是什么呢 通过这种药 然后在我们的大脑的某一部分 就是思考未来的这个工具 这一部分呢 就把它切掉 就像把一个电路切掉一样 这样子以后呢 就人的这个思维的活动 思维的 人的思维不活力 没有活力 就是因为这个咬的原因 所以抑郁症啊 如果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话 那么可以用药物来 适当的控制一下 控制完了以后呢 适当的控制以后 然后就通过修禅 来解决这个问题 会非常有用的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不吃药 去修禅丁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 因为我们的餐厅呢 餐厅的这个境界 不是很高 所以我们的餐厅的力量 可能也不是很到位 所以在这个时候 没有这种药物的帮助 那就是有一定的难度 所以这个我们还接住 需要接住药的这个力量 然后呢 适当的控制完了以后 就去修餐厅 这个是完全可以的 完全可以 这个我刚才也提到过了 就是我们刚才 下午的这堂课里面 也提到过 这个是有2500多年的 这么长的这个佛教历史商 都有成千伤亡的人 就是经历了这个禅的这个力量 但是呢 抑郁症呢 就是嘴经的一个这样子的 今生的疾病 国取没有 或者是非常非常的少 但是这个 这是一个佛教的修行人的经验 另外一个也有科学的证据 就在十多年前 在美国做了一个实验 这个实验是什么呢 这些从国外 要亲了这个十多个人 十二个人 十二个人 那么十二个人当中 四个人是欧美人 另外的四个人呢 是亚洲人 那么他们全部都是学 藏传佛教的这个欲加 心灵欲加的这样子的人 然后呢 每一个人的头上 按一百五十多个感应器 每一个人的这个大脑 头部就装 一百五十多个这个感应器 然后呢 通过功能性 核磁工程的方式 去让他们大作 去观察他们的脑颠簸 这样子以后呢 最后的这个结论 是2004年的美国国家科学 这个回看 是一个非常著名的 非常权威的一个科学杂志 那么这个上面灯出来 灯出来的结果是什么 通过产丁 通过产丁 完全可以改变人的 这个大脑的脑颠簸 比如说 人我们痛苦的时候 在我们的大脑的 某一个地方的 这个脑颠簸有变化 我们高兴的时候 开心的时候呢 我们的大脑的某一个地方 另外一个地方 这个有这个颠簸 不一样的 那么通过这种方式 去观察的时候呢 然后 产丁 完全可以改变 这个痛苦教律的 这种脑颠簸 当然从佛教的角度来讲 脑大脑 只不过就是一个 我们的今生的一个工具而已 一个工具而已 但它完全可以改变这个 所以我们 这个通过禅修 通过心灵语夹 来这个面对抑郁疹 教律疹等等等等的 这个精神上的这些疾病 是完全是有这个科学的证据 有这么多的这个 修行人的经验 所以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我觉得我们在御家馆里面 我们同这个 这个制体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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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御家 以外 那么更多的 我觉得应该考虑这方面的 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每一个御家馆 比如说一个小区 如果有一个御家馆的话 那么这个 这个御家馆 它可以提供这个小区里面的 比如说有患有抑郁症的 焦虑症的 强迫症的 这个 孤独症的 等等 我们的精神上的这个 各种各样的这种 疾病的这个清单 一年比一年长 越来越多了 那么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了 那这个是不是等于学佛了呢 是不是等于有宗教信仰 那就不一定了 如果我们有学佛 从学佛的这个基础上 再去念这种御家 那就更加的完美了 更加的完美 这效果完全是不一样 但是 就是没有任何的信仰 没有任何信仰的一个威无伦者 他也可以用这种心灵的御家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 我觉得应该是 这个中国御家 应该是考虑一些这方面的 因为传统文化 中国的这么长的这个历史当中 中国传统文化 就是入尸道 入尸道 蛇就是佛教 佛教 那么佛教 里面有更多的心灵方面非常有用的东西 所以佛教 我们可以说 它不是一个成功学 它不是成功学 它是一个心腹学 为什么说它不是成功学呢 因为我们今天的 我们目前的这种成功的定义 是什么 就是有钱 就成功 没有钱的话 那么在其他的方面 它再怎么样 我们不认为这个成功 至少我们目前的定义 就是这样子了 二十世纪的定义 就这样子 然后呢 二十一世纪 二十二世纪 这个时候的定义 成功的定义 富裕的定义 一切都会有变化的 什么叫做富裕 什么叫做贫穷 会有变化的 这个定义会有变化 但是目前 我们的这个定义是什么呢 成功 是什么 就是有钱人 成功学是什么呢 就是赚钱的方法 那么这样子的话 佛教它不是一个成功学 但是它的确是一个心服学 它是一种心服学 然后呢 佛教它也是一个超级的 超级的心灵学 超级的心灵学 在这个拎进的状态当中 它是没有包援 没有仇恨 没有欲望 没有基督 这些都是没有 这些负面的情绪 这些毁灭性的情绪 都是不存在的 都是不存在 然后我们 就 这个 进入这种状态的 这个次数比较频繁 或者是我们在 这种状态当中 停留的时间 比较长的话 那么这样子以后呢 我们可以 这些负面的情绪 都可以解决的 比如说 一个根本没有信仰的人 他可以早上 早上 他早起 可以修 40分钟 到一个小时 40分钟到一个小时的 这种 没有思维的 这种非常平静的 这种餐 我们说餐 也可以 或者是说心灵瑜伽 也可以 然后呢 晚上 晚上 睡觉之前 然后在床上 也可以 或者是有 淡度的 比较安静的 空间的话 那也是更好的 如果没有这种条件 那也没问题 在床上 睡觉之前 40分钟 或者是一个小时 甚至是20分钟 也可以的 就是修这种 无思维的心灵瑜伽 因为这个是一个 非常临近的状态 你人 在这个临近的状态当中 停留下来了以后呢 整个人的心 身 都是 达到了一个 非常高度的放松 高度的放松 我们 睡觉的时候 做梦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的思维 我们的大脑 实际上是没有休息的 没有休息 那这种 这个比 做梦的 这种 这睡 这睡眠的状态 不如 大不倒 大不倒 这个端端的 端端的 这个没有思维的 这个 心灵瑜伽的 小国 大不倒 因为这个时候呢 全身 心身 都达到一个 非常临近的状态 全身都是放松 整个内外 心身都是 一个非常 这个 平静的 放松的状态 西方心理学家 说 五分钟的 五分钟的 冥香 等于是 一个小时的 宿睡 非常好的睡眠 其实这个 是有道理的 因为这是一个 非常临近的状态 在这个状态当中 停留二十分钟 或者是 四十分钟 然后再出来了 以后呢 然后不要去 想家庭的事情 不要去想 工作上的事情 保持一个 良好的心态 睡觉 这中间 不要有太多 其他的 负面的情绪 这样子 一定会 一定会 改善睡眠 我们 每一个人的身边 有这么多的 失眠的人 失眠的人 他还没有达到 这种抑郁症 但是呢 睡眠 失眠不阿 这个睡眠状况 非常的糟糕 尤其是 企业的 这个 上层的管理者 因为都是 大家都是压力 很大 那么 人的 精神 也就是跟人的 身体一样 比如说 我们的人的 柔体 它是有一定的 成熟力量 中力和压力 如果超过了 人体的 成熟的能量 以后的话 那么 人就 盯不住了 人就盯不住 那我们 精神也是一样 我们 我们的精神 也有一定的 他能够成熟的 范围 在这个范围 当中 或者是没有超过 这个阶线的话 那么他虽然是 很痛苦 但是呢 还是可以 抗得住 如果 不断的 这个 施加压力 不断的 这样子的话 那就是他 超过了 这个 他成熟的 这个 阶线 这样范围 这时候呢 就精神上 就出问题了 这是我们的焦虑 抑郁 都是这样子来的 所以我们要 提供这方面的 这个 修心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 我觉得这个 比这个 直体瑜伽 更有价值 更有价值 直体瑜伽 做得再好 但是 抑郁症 焦虑症 如果不解决的话 今天的抑郁症 是什么样子呢 它不仅仅是 让人 失眠 不像奸人 把自己 封闭起来 它不仅仅是 这一点 今天的抑郁症 完全可以 剥夺 一个人的生命 它会 威胁到 不仅是威胁到 我们的健康 和正常生活 它威胁到 人类的生命 所以这个 比肢体瑜伽 还更重要 心灵瑜伽的 价值 我认为 比肢体瑜伽的价值 更重要 肢体瑜伽 也许是一个 编译词 为什么是编译证 因为它没有什么 累载的东西 这是一个动作而已 瑜伽都已经 这样子的话 实际上这个 优感 这两个东西 是没有办法 解释的 这个肢体的 动作上面 优感 这两个字 是没有办法 解释的 没有办法 解释 为什么没有办法 它的核心的 价值 不存在了 它是一种 心事 完全是一种 心事 所以 它不符合 不符合 儒格 本身的 这个 内容 所以我们 我们 把很多 古老的 古宅 古人的 这些非常有 价值的东西 我们把它 把它商业化 把它信尸化 把它物质化 这样子以后 最后 倒霉的 还是人类自己 在人类历史上 过去的人 古人 他们创造了 非常辉煌的历史 是什么呢 就是今生淋雨当中 那么我们 现在的 科技 就创造 也创造了 非常辉煌的历史 这个是物质上 那我们 这个 前辈 他们 创造的 辉煌的历史 不能用我们 现在的 这个历史 来代替 不能这样子的 这可是 两个都是人类 两个都需要的 今生的辉煌 物质的辉煌 这两个都是需要 我们不能把 古人的这些 非常好的东西 不能把这些东西 商业化 不能把这些东西 物质化 新世化 这样子以后 其实我们不是在 弘扬瑜伽 我们在 结束 瑜伽 在 破坏 瑜伽 实际上是这样子 所以我想 这个 智体瑜伽 这个 我想 这个 有可能 是一种 一个变异词 为什么变异词呢 就是 就是因为 他 他没有 没有 Yuga的 内涵 Yuga 这两个字 在这个智体 运动上面 没有办法 结实 没有办法 结实 所以我们 各位 都是 这个 瑜伽 的老师 瑜伽 的脚帘 瑜伽 的这个 重要的 扶资人 这样子的话 大家都是 有责任的 我们 这个 瑜伽 的 这个 费用 也是 不是很便宜的 不是很便宜的 但是我们 提供的 东西 如果 没有 这些 真正的 这些 这些 Yuga 的 这个 内涵 的话 这个 是不对的 我认为 这个是不对的 所以 这些 有些东西 不能太 商业化 这样子 一个文化 一个非常有 内涵的东西 过度的 商业化 以后 它一定会 变成一个 新式化 然后它 变成了 新式化的时候 实际上 它已经 不存在了 所以这样子的话 我们 不再 弘扬 瑜伽 我们再 破坏 瑜伽 所以 我觉得 希望大家 在这个方面 适当地 要忠实一下 我并不是说 我们要 弘扬 佛法 我们要 弘扬 印度教 我们要 弘扬 基督教 这个不是 这样子 尤其是 佛教 它是非常 非常 忠实 尊重 每一个人的 自己的信仰 它永远都不会 不会把 它的东西 强夹 给 不愿意人的身上 佛教 不会这样子的 如果这样子 佛教 它自己说得 很清楚 这样子的话 这种人 它会 翻解的 这翻解的 为什么呢 比如说 我 用一种 强制性的 手段 或者是 用一种 不正当的 手段 或者是 用一种 另外一个 比如说 一个 欺骗性的 手段 让一个 基督徒 让他变成 佛教徒 他变成了 佛教徒了 但是呢 这个人 在佛教的 这个 这个 淋浴当中 他以后的 他的发展 对他的心灵 对他的 未来 有没有 帮助 如果 没有帮助 的话 那么 不能这样子 强迫心的 强迫心的 让他 进入 佛教 这是一种 是一种 非常不负责任的 一种 行为 所以 佛 释迦牟尼佛呢 他非常 尊重 所有人的 信仰 所以 佛教 更不会这样子 那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这是 跟 信仰 没有关系的 当然 如果有 信仰 那就可以 做得更好 一定会 做得更好 比如说 有 佛教的 信仰 然后 在这个 信仰的基础上 我们把 佛教的 这些 心灵的 瑜伽 就 用到 这个 瑜伽 当中 推广 那么 这样子的话 这个效果 就更好 但是 没有 信仰 也是 可以 用的 我们 也可以 学 也可以 推广 都是可以 这样子的话 就 这个 瑜伽的 真正的 内容 是非常有用的 非常 这个 价值 可以大大的提高 这叫做 非 非思维的 心灵瑜伽 非思维的 具体的 我不讲 如果 大家感兴趣的话 我们可以提供 一些 视频 和一些书 大家可以参考 简单的 就是说到这里 这是第二 第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宣扬佛陀正法 培育优秀身材 积极社会公义为职制 二十多年来 借由各项法务 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 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 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 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 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 让大众接触佛法 明白因果业报观念 才能断隔修缮 改善命运 所有的方便法门 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 认识佛教 学习佛法 才能离苦得乐 这是慈悲智业的 长期以来的使命 为了护持佛法永续 第一更多众生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邀您继续护持 共同推动慈悲智业的各项会晤 让佛法甘露 骗洒各地 润则群生 护持邮局华佛帐号 5044-4468 5044-4468 护名 财团法人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总管理处 地址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尔短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传真03-989-8787 03-989-8787 新逢观世音菩萨 殊胜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 呈一百万倍 慈悲智业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特举办 八观灾界 祭礼拜大悲灿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组法 及法务指导生众 共同领众 日期9月13日星期二 时间上午8点半开始 地点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尔短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灾法医共睦福恩 疫情期间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佛教慈悲致业基金会 高雄中山书方 阿兴家里有一头神气的山羊 名字叫大兵 他从小就是由阿兴养大的 因此阿兴将它视为自己的弟弟一般 大兵 大兵 多吃点 这些草 可是我刚割的 怎么样 很新鲜吧 阿兵 你赶快去村口 迎接一下你表哥 一会儿他要来我们家做客 表哥要来 真的吗 他不是去当兵了吗 当兵也有休假呀 他这是利用假期 来我们家玩 顺道住几天的 是这样啊 真是太好了 大兵 你听到没有 表哥要来了 怎么 大兵 你忘了我表哥了吗 你的名字 还是他取的呢 走 我带你去接他 当阿兴 在村外路边 迎接到了表哥后 特别高兴 两人立刻抱在一起 阿兴 你又长高了 表哥 在部队里 好不好玩啊 你一直就喜欢当兵 因此 你还给我家山羊 取个名字 叫大兵 咦 刚才我看到大兵 是跟你一块来的 怎么一转眼 他就不见了呢 大兵 大兵 你在哪里呀 大兵 大兵 你快出来啊 怎么回事 大兵 怎么会突然不见了呢 大兵 你快出来啊 要是再不出来的话 我可就不管你了 大兵 你干嘛乱跑啊 你干嘛乱跑啊 你这个家伙 是不是 看到我和表哥过于清泥而疏远你了 你这个家伙 竟然还会吃醋呢 哎呀 大兵 大兵他竟然真的能听懂你的话 而且他竟然还会难为情呢 当然了 大兵可是像我们一样有感情 表哥 你可不能因为他是一只羊而小看他呢 大兵 你知道吗 你的名字啊 就是表哥取的呢 你好啊 大兵 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 你还是只小羊羔呢 没想到现在你长这么大了 表哥 他已经接受你了 好了 我们赶快回家吧 我爸爸妈妈 他在家等着你呢 阿宗 你来也不提前说一声 你看 什么也都没准备 过几天是你的生日 今年你就在我们家过吧 让你姨妈给你庆生一下 姨丈 姨妈 不必那么麻烦了 我在这里小住几天就走 你就听我的 不管怎么样 过完生日 过完生日再走 对 过完生日再走 况且 阿信想你想好久了 现在你好不容易来一趟 怎么能不多晚几天才走呢 是啊 表哥 你就在这里多住几天吧 好吧 那我就在这里多住几天 太好了 爸爸 这几天 我要和表哥一起玩 带大兵吃草的任务就麻烦你了 这几天 就不必带他出去吃草了 为什么呀 现在野外到处都是青草 我们总不能让他在院子里天天吃干草料吧 这几天就喂他一些红薯和稻谷吃吧 喂他红薯和稻谷 太好了 表哥 你看你来之后大兵都吃得更好的 大兵吃慢点 我知道你喜欢吃红薯 你放心 我爸爸说了 这几天你可以天天吃到红薯和稻谷 对 就这样 多喂些营养丰富的红薯和稻谷 它就会长得更加强壮的 嗯 爸爸你放心吧 我绝对能把大兵喂的肥肥壮壮的 那就好 过几天你表哥过生日 我们就请他美美的吃一顿全洋宴 啊 爸爸 你要杀大兵吗 是啊 你表哥来我们家做客 我们怎么也得做一些好吃的东西来款待他呀 不 绝对不行 阿信 你怎么了 怎么看起来很不高兴啊 都是因为你 如果不是你的话 我爸也不会要杀大兵 啊 阿信 大兵既是你的朋友 也是我的朋友 我们不能这样坐以待毙 必须想一个万全之策 呃 怎么才算是万全之策呢 大兵越来越大了 早晚有一天 他会被你父亲宰杀 所以我们只能将他带到山林去放生 嗯 你说的对 就这样 阿信和表哥来到山林 为大兵寻找理想的归宿地 表哥 你看这里就很不错啊 有很多嫩草 大兵一定会喜欢这里的 诶 你看 这是什么 哎呀 这好像是柴狗的粪便 没错 这就是柴狗的粪便 看来这里已经变成柴狗的地盘了 那我们可不能将大兵带到这里 既然这片山林里有柴狗 那大兵可不能留在这里 那怎么办啊 表哥 要不你带他去部队吧 别开玩笑了 部队怎么可能养羊啊 那你回都市的时候 把他带到都市吧 你们都市人 不是都喜欢养宠物吗 可我从来没看到有人把羊当宠物 更何况在都市里 我也没地方找到青草喂他 两人说着 便沮丧地看了一眼旁边的大兵 而大兵似乎并不知道 他俩在担心什么 只是眉眉地叫着 阿信蹲下摸着大兵 忧心忡忡 大兵啊大兵 要是再想不到办法的话 过不了几天你就会被杀掉的 不过你放心 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的 好了 我们先离开这里吧 办法一定会有的 说着 两人带着大兵离开了山林 就在他俩刚走出山林的时候 一大群羊出现在了他们面前 表哥见后浪了一下 好多羊啊 这是谁家养了这么一大群的羊 这是我同学阿海家的羊群 他家的羊多得数不清 是远近闻名的养羊大户 我有办法了 我们可以把大兵 放在你同学家的羊群里 这么多羊长得一模一样 就算你父亲有火眼金睛 也病人不出来 这主意不错 阿海过来了 我这就找他帮忙 按照表哥的主意 阿信将大兵 混进了阿海家的羊群里 阿海 大兵能否得救全靠你了 你放心好了 我一定会照顾好大兵的 嗯 大兵 你先在阿海家住几天 我会想到救你的办法的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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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兵丢了 啊 你说什么 大兵丢了 在哪里丢的 我和表哥带他到村口吃草 谁知道他趁我俩一个不注意 便跑不见了 怎么会这样 他怎么会突然跑掉呢 会不会是他觉察到了什么危险 嗯 有可能 听说最近村外的森林里 出现了一群柴狗 他不会是嗅到了柴狗的味道了吧 那要怎么办啊 他遇到了危险 一定会往村子里跑的 我们赶快在村子里分头找找看 我家的羊不见了 你有看到我家的羊吗 表哥 我爸不会找到大兵吧 你同学家那么多头羊 他应该认不出来 希望如此 好了 我爸已经走远了 我们回家吧 然而没多久 阿兴的父亲便牵着大兵走了回来 他竟然真的从羊群里认出了大兵 你们看 我把大兵给找回来了 啊 爸爸 你这是从哪里找到他的呀 这个家伙 竟然跑到阿海家的羊群里了 多亏我眼尖 一下子就发现他了 表哥 你不是说 即便我爸有火眼金睛 也发现不了大兵吗 可是你看他 这么快就把大兵给抓回来了 这下该如何是好啊 我们必须再想个好办法才行 老子 什么声音,是谁在敲门?家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煤气味? 哎呀,不好,一定是煤气外漏了,赶快把孩子叫起来,离开屋子。 是大兵救了我们,如果没有他的话,我们今晚肯定会中毒的。 哎呀,他受伤了。 说着,阿兴抱住大兵,查看他腿上的伤口,而大兵则一边眉眉叫着,一边伸舌头撇着阿兴。 这真是一头通人性的羊啊,这样的羊怎么能被宰杀当作食物呢? 哦,是啊,他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们应该将他好好养着,来报答他救了我们全家的恩情啊。 哦,是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